歡迎收看新聞大表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會叫這裡加入的節目來賓 第一位耶魯政治學博士郭震亮 大家好 退役中教帥化名 大家好 政大外交軍教授吳崇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到是美中戰機 現在在南海對峙 包括了像是美軍的戰略偵察機 還有美軍的咆哮者 對峙了什麼 是解放軍的運酒店 還有解放軍的815A的電子偵察艦 現在在南海對峙 這個對峙情況 這家網友也猜說 這是不是一個電子戰的暗示 因為我們看到東部戰區 發了一個文說晚安軍營 碧海深處燕消農晚安 講了這句話之後 大家說是不是在這電子戰的 一個暗示所在 如果在南海部分 展開這樣的情形之後 受到影響是誰 受到影響的可能就是菲律賓 因為菲律賓現在已經全面斷網 中美電子戰 電子干擾戰 所以像菲律賓是不是也覺得 非常困擾要改變他們的戰略意圖 他們重新思想他們的戰略意圖 甚至突然撤回美軍的提風系統 另外一部分可以看到 現在菲律賓的親美 是不是也開始要做一些反悔了 菲律賓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就說了 拒絕美國在南海提供的協助建議 他們的這個怎麼說呢 他們說美國已經對菲律賓表達支持 但瑪尼拉更願意獨自處理這樣的問題 現在包括了前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都說 小馬可是允許菲律賓被華盛頓利用 來進行針對中國的代理人戰爭 那小馬可是的妹妹也說 如果菲律賓繼續目前的政策道路的話 將會出現危險的軍事升級 因為大家會聯想到 幾次仁愛島礁的一個情形 那另一部分來看到就是日本 日本現在是不是也槓上了中國跟俄國 那美軍是不是急了 因為現在有四艘的中俄軍艦 在4號 5號的時候 通過日本的大嶼海峽 進入了太平洋 像這樣子進去的時候 大家想說 那日本到底現在情況怎麼樣呢 那這個也是繼去年之後 第四次發現中俄的艦艇 在日本周邊進行聯合航行 而且公布的訊息 那日本說遺憾 中國船設置浮標 那中國外交部則是向日方無權干涉 這個是日本的官房長官林方正 他說中國在未說明情況之下 在日本的大陸棚 四國的海盆海域設置浮標 令人遺憾 那大陸的外交部長 外交部的發言人毛林就說了 中方的船只在西太平洋的公海作業 那布設的海嘯浮標是出於科研 還有工藝的目的 那現在要嚇阻中國 日本要購買美國的長程巡弋飛彈 射程達到了900公里 2027年要完成部署 另外也要加強對中國還有北韓的威脅 威懾 美國的48架F-35A隱形戰機 將會部署日本的三則空軍基地 那談完了日本之後 現在談談這個中國大陸 跟美國之間的情況 那因為美國有要破解這個 美國地域景象的戰術 中國大陸現在要用無人機來突破 來封鎖台灣 包括這幾架無人機之外 現在大家比較好奇的是這個 飛槍的無人機 這個飛槍的無人機的畫面 其實昨天才公布出來 它不只有空中偵測的一個功能 甚至它上面直接帶有的是機槍 可以進行掃射 甚至火力可以精準的打擊 看起來非常的強 好 我們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現在美中在南海對峙 那菲律賓戰略會做調整嗎 我覺得美國突然從呂宋島 撤走低峰 這個一定是受到一定的壓力 我認為是中美 一定有進行某種程度的軍事博弈 那只是雙方都不講 讓菲律賓出來宣布 好像是菲律賓自己做的決定一樣 因為事常在香格里達論壇的時候 董軍就已經警告奧斯汀 有關呂宋島這個低峰系統的事 我認為中國大陸一定是有跟他講說 你如果不撤手 那軍事交流 有可能全面中斷 然後也不排除 任何中國大陸也會有其他的反制作為 有其他動作 那個反制作為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第一天低峰系統夜黑風高 運到菲律賓呂宋島 那隔天我們就看到中國的無人機 就直接飛到呂宋島的上空 那那個時候後來就傳出說 美國事實上並沒有把戰斧飛彈運過來 所以那個低峰系統事實上只有一半 就是只有反艦的導彈 那並沒有那個次因素的中程導彈 就是戰斧 那美國一直沒有運 我認為是有實際的軍事鬥爭存在 比如說 中國大陸可能 直接在古巴做了某些事 俄羅斯後來也揚言要到古巴 他說不惜 發生古巴飛彈的2.0 嗆這麼大 那當然 這個是最近的事情 就是電子戰 就是你要較勁 大家都來較勁看看 那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 後來對菲律賓那個軍方的突擊隊 在仁愛礁做了繳械的動作 然後七艘軍艦就在後面 那美國軍艦也遠離 包括羅斯福後 從新加坡開往中東 雷根後回去美國休養 稅休 我覺得也是有經過一個較勁的過程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也包括菲律賓 你也提到了 包括都特地 甚至這個馬可士的妹妹 都出來表達憂慮 那也包括菲律賓的中國瞭解協會的會長 他去開會的時候在那邊痛哭 他認為菲律賓可能會成為戰場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 這種內外的力量 有互相 那這個使得美國覺得這裡恐怕搞不下去了 而且美國也在 坦白說也在重新 在第一島鏈做重新的佈局了 事實上我們看到他從沖繩在撤軍 他可能會只留下 濱海作戰的兩千人左右 那關島 就是他 他事實上大概知道第一島鏈是沒有辦法打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打 你留個低風系統在旅宋島 我看第一時間也會被炸 這個解放軍也不可能對你客氣 那菲律賓大概自己也知道 未來如果要作為一個彈藥的資源基地 美國在菲律賓搞了九個基地 那恐怕都會第一時間被攻擊 所以菲律賓內部的反彈 我認為也開始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 內外交逼的力量 使得這個決策做了調整 不然我認為美國一開始 這個低風絕對不是只有旅宋島 他可能陸續還有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還有其他地方 搞不好還擺到日本 所以我認為 中國大陸一定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考慮 所以我覺得做了相當大的 軍事的施壓的動作 只是雙方現在還沒有把檔案公開這樣 請教帥將軍 這個問題 因為美國的戰略部署就很早就開始了 用濱海戰鬥團 就把陸戰隊的特性全部改了 陸戰隊本來是一個登陸的攻勢部隊 他把坦克車抽掉了 換給你疾風 TOMHawk 海馬射這一類東西 就把他們從韓國 日本 一直到台灣 一直到菲律賓中間那些小島上 擺一部車拉式的發射架 帶一個簡單的雷達 他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島鏈他兵力走了 火網還在 中國大陸要犯台的話 火網可以給你做一些打擊 但這個火網是滿脆弱的 因為你沒有基底 你只是那個車子帶兩個發射架 八管飛彈打完就沒有了 你有沒有油料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只是 就像我們講打仗的時候 打不過了要撤退 虛張聲勢要攻擊一下 然後從後門走了 因為你看美軍現在的部署放在關島 是 因為他強固關島的防衛 他的撤到第二島鏈非常明顯 那麼菲律賓的態度轉變 就承認正亮講的沒錯 他是三方面的條件都要有施力 才會有今天這個結果 也不是單一菲律賓認慫 也不是中國一定勝了 或者是美國怎麼樣 這個是擺POSE的時候 就看出來我這樣做有利 還是沒有利 戰略的意義是什麼 菲律賓根本就是個棋子 他沒有什麼主觀意志 就是說美國叫你做 因為美國對菲律賓干擾中國大陸 也只是干擾你的南海行動 準則的簽署 那不是這個島的寸土必爭 什麼主權問題 那是鬼扯 而且將來換了川普說 我會能那塊石頭 跟人家去打仗 對不對 所以這個態勢很明顯 當然中國也是擺出很強烈的姿態 包含最近的這個電戰機的交兵 電戰交兵很難說誰贏誰負 有的媒體下了標示 美國輸了 事實上你要看 因為美國來的是咆哮的電戰機 還有一個偵察機 是 這個中國大陸也派了一個電戰機 最主要下面還有一條軍艦 美國飛機能在這個上空盤旋多久 油料一定有限制 第二個 軍艦上的發電量 也比飛機的發電量要強 沒錯 電子作戰 一定要發電量夠強大 我這個電波可以壓制你 蓋過你 或者干擾你 所以你看 兩個不坑不咔在那裡作戰 菲律賓全國的GPS全部斷網 網路都斷了 電戰它發出來沒有煙消的火光 但是它的威力很強大 所以菲律賓也感覺到 這個越來越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對戰已經 它自己可以感受到了 直接受災惡 對 因為 它原來是講打持久消耗 馬德雷劍只要來一次颱風 可能就垮了 所以在仙兵礁要擺個兩條 擺一條 但是中國大陸的取締很嚴格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再加上菲律賓內部 杜特地是另外一個家族 勢力跟你小馬克思差不多 所以杜特地那邊一反彈 小馬克思態度一定會軟一點 建好就收了 再不收灰頭土臉 因為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比你大太多了 何況它的林務大區 山東線都在附近 所以美國一看這個態勢 來應的也不行 所以再加上古巴那邊的 交換條件 我跟你講常常有交換的 以前美國跟古巴的車 就是把土耳其的飛彈車掉 它就是這種交換條件 所以大國國異很多因素在 endertable在桌子下面在搞 不是表面上看得這麼單純 不是表面看了 這上菲律賓贏了 菲律賓輸了 沒那個事 好 我們請教吳教授 其實中美在菲律賓這邊的角力 反射過來就是古巴 其實我們在古巴 大家也知道說 這邊的電子監聽角力間諜 也是非常的明確 當然CSIS有一個報告 他說中國和古巴才談判 在北部海岸要建立一個 聯合軍事演訓的設施 可以提供中國一個平台 它可以什麼 有放電子設備 包括監聽收集情報 甚至可以駐軍 當然也有一說是 這是中國141項目的一部分 是要擴大10年內 在15個海外基地 這是有一個CSIS的報告指出來 當然這一些 中國在古巴的這些 不管是基地監聽設施也好 它主要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包括在 在關達納摩貝 關達納摩灣 約70公里的 英里的旁邊叫 艾爾薩勒 艾爾薩勒這個地區 它有一個監聽站 另外一個這個地方叫 北尔胡卡 這個地方 北尔胡卡的監聽的設備 跟它的設施更具體 然後據說它的影像 細節更具體 當然這個CSIS的報告 叫做方納歐爾 他說這在運作中的監聽站 功能在升級 並且建築群跟展開的 碟形天線 都清楚可辨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美中在古巴的 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電子監聽角力也好 反射過來 我們就看到在南海 也就是兩邊的後院 對 古巴被添加危機的時候 也就是用土耳其當作後院 另外一個是古巴 是美國後院 互相做這種代理人的攻擊 當然我們在看 菲律賓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回答一個 我們講的執政者的外交政策來看 其實我們知道說 會影響菲律賓在南海的設施 還有舉措 除了美中結構性的因素之外 他們角力競爭 還有包括領土的因素之外 領導人的作風作為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我們在研究國際關係裡面 也講說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時候 也在討論說 不僅僅是體系的關係 領導人的因素 會讓他們的外交政策 不管是外擴內縮 或者我們講的抗衡或護蟲 甚至他們採取一個比較避險的措施 那其實我們看這兩邊 從杜特地到小馬可市 他等於是非常明確的轉彎 杜特地在任內的時候 跟中國做了許多協議 我們包括各自開發 各自爭議共同開發 甚至包括共同開採天然氣 然後還有在所謂的 在石斑魚的合作方面 北京跟菲律賓都做了蠻多的合作 當然菲律賓總統杜特地講說 黃岩島是我讓中國人來這邊捕魚的 他回去跟他的選民講說 是我讓他們來捕魚的 我讓他的 對 我讓他的 他很會做這個東西 問題是杜特地他是非常知道說 怎麼樣跟在中國 政治歸政治 商業歸商業 然後在上面盡量做一個 我們講避險的措施 那小馬可是不一樣 小馬可上來就是 我也覺得他一開始也想做生意 他可能做生意遇到一點瓶頸 因為他上任的一開始第一站就去北京 他就是要談怎麼樣把 所謂共同開採天然氣這一塊拿回來 繼續談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講過 那個時候菲律賓的憲法寫說 他們如果是國有的 這個菲律賓石油開採的東西 他們利潤要收60% 北京說沒有 我們要拿49% 就接近50% 所以他們是喬不龍 所以在這個共同開採天然氣部分 就不歡而散 那我想小馬可是面對這個 生意談不龍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問題 我們之前也談過很多了 所以他在這個對中的方面 就越來越什麼 越來越想要抗衡中國大陸 不斷的在修肌肉棒子 當然其實我們在講說 在處理領土跟這所謂衝突方 你不能單就修肌肉 修這個實力 因為你實力也是打不過人家 那如果你要靠美國人說 好麻煩多派幾條船來 那這個是會無限上岗道 變成兩強的競爭 所以我想小馬可是到目前 看起來是戲也走了一圈了 該秀的秀完了 他還是想回到一點我們講的 自由主義裡面用外交折衝談判 試圖降低一點 緩和一點 這個所謂衝突的可能性 我覺得他是要這樣做 因為畢竟如果只是不斷的 在用現實主義的衝撞的時候 遲到一天會出問題 也討不到便宜 對 討不到便宜 就要不斷的 冬天 你